人间福泽 他无格销售 御师大人 误出此言 您这样会触犯天怨的 那我今日 便逆了这天规 大人 你若执意如此 老夫只好一死明治了 你要朝这里捅下去 否则死不了的 是个男的 大人 今日的事宜解决 这天快亮了 我们赶紧回府吧 你怎么办 又是习霸呀 这怎么办呀 从亏一亏啊 这么长时间了呀 这天天不太多了 神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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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废常 神废 神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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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故人 托我送来一样东西 今日家中游戏 无便见客 姑娘请回吧 来人 木槿 等等 送来的是何物 是一位故人托我送来的 这嫁衣可是给我的 好漂亮的嫁衣啊 刺绣与材质都属上等 可惜已旧了 今日是小女定亲之日 你不仅擅自闯入 还拿来这种阿渣之物 坏了规矩 来人 将这不明身份之人 给我赶出去 有 就知道我会这样 你 你 速月 我已经帮你完成 现在我要去望远祭拜父母 你别跟着我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你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都想留在你的身边 整个青州城的人都想要远离我 唯独你想要留在我身边 那你不是疯子 就是别有所图 大人你就考虑一下呗 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的 再苦再累 我都可以 你这样死缠烂打 那跟那些纠缠你的东西有何区别 像你这样举止荒谬满口胡言的人 只要有我在一天 青州城便容不下你 赶紧滚 原来 大人是这么看我的 对不起 是我惊扰大人了 大人不要介怀 我走了 我奉劝你一句 若是想无忧无扰地度过一生 那就少管闲事 姑娘 见谅啊 大人刚处理完陆家宣草花一事 对于你说的奇异之事 疲于理会 无法 我已经习惯了 这姑娘真是个可怜之人 你不是害怕吗 为什么还要多管闲事 我的确很怕 可仔细想想 他们也挺可怜的 继续说哑巴了 大人 之前你说 我对你没有任何用处可言 我现在不这么觉得了 也许大人的遗憾 也许大人的遗憾 我可以弥补 我要留在青州城 我们还会再见面打 云昭也 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大人 你别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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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是明月啊 大人 明月出来了 你给我送 快点 小人 你们都三万代 啊 大人 大人 我是不是 还是有点用的 现在 你能让我待在大人身边了吗 人事区 你看见云招炎了 你认识他 看来他真的回来了 他是真敢回来呀 人事区 你千万要小心云招炎 那个丫头 那个丫头 打小就很诡异呀 他是到哪哪出事啊 我记得许多年前 他家起了一场大火 家父呢 觉得他孤苦伶仃的 便把他带到府中抚养 你猜怎么着 没过多久 成竹符夜起火了 幸亏没有人受伤啊 多恐怖 多吓人啊 对了 我们家那夜仨呀 打小就跟他有恩怨 这要是他知道了 非罢了他疲不可 自作自受 过阵子我们家夜仨就要回来了 过几天呢又会选妃 好嘛 这热闹全凑到一起了 子夕 子夕 子夕你在哪儿啊 你要是玩捉迷藏的话 就快出来吧 大家都很着急 子夕 如果是温子墨害了温子夕 他又怎么会半夜来找妹妹呢 我是一样的 是一个小礼物 我们家的一项 。 快点。 快点。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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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住手 你没事吧 你别怕啊 刚才 就是有一阵怪风吹过 你先起来 这逆先的过往 肯定跟楚秀苑有关 要想知道这楚秀苑之前的事 真得去御师府查查卷宗才行 有什么事 大人 你听到了 大人 我有急事要找您 虽然你不一定相信 但我觉得 温家小姐失踪的事 和您先有关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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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您不能 碰的一下消失 又碰的一下出现 您平时 秀的一下飞上天 又刷的一下捉弄人 这可都是会暴露您上神身份的 您是月神 您在天上看了凡天那么久 能不能学习怎么做一个正常的凡人啊 我 大人 这青州城是信奉祭拜月神 但是月神要真出现在他们面前 那谁能受得了呀 这仙凡有别 你能不能学学我 你看我 我就从来不报复自己身份 说完了吗 哎呀 总之就是 你千万不能在凡人面前报复身份 尤其是不能报复你就是月神 你们就让我进去吗 我都和大人说好了 要不 你们把大人调出来让他和你们说 赵妍姑娘 哎 这御师府上下有数十人 御师大人是无法顾及到每一个职务的 你 所以姑娘可发挥你剑缝插针 死皮赖脸的特纸留下来 这是御师大人让我传达的意思 明明是大人需要我 怎么成了我死皮赖脸 算了 只要能留下来 不重要 哎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御师大人 我想当面和他道歉 我并不想看到他的脸 让他往后离我远一些 这也是大人的意思 嗯 大人眼神不好 他很难发现你的 我也发现了 我们御师府暂缺杂役 如今是花蟹之时 大人不喜欢这些花瓣 这点小事没问题 我还有事想请教你 那一会儿我们一块回去 请教我 好呀 我先去前厅看看 一会儿过来找你 嗯 嗯 看薛 他们的关系这么好了 是小贵贵 小贵贵 来 我不是和你说了 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吗 可是 是大人自己走下来的呀 这附近可有什么异常啊 嗯 有大人在的地方 怎么会有异常呢 总之 你要离我再远一点 听清楚了吗 哦 大人 这话我传达过了 啊 熙儿 你 你叫我什么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你还在记恨为娘吗 葵姬 你是葵姬 你怎么知道 喜儿 你的眼睛 还痛吗 你还在觊觎这双眼 原谅我 原谅 你当初在劫破灯里 创作一副与我母子一样的优劣 为何出来了还要伤我 我实在是 你对我的关系都是装的 就是为了哄骗我 打碎这劫破灯 将你放出来 你说 汐儿 你日后一定要小心 不要因为这双眼睛 来招惹灾祸了 我从一出生 便就是个灾祸 不是吗 你又来找我做什么 郡主 我本不想来打扰你的 但我实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逆仙蛊惑 又是逆仙 可你真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我希望你相信我一次 有个逆仙一直缠着你呢 我要相信她的话 她是在嫉妒你 她竟然会说话 不行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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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我的寻找员 你给我放手 把金子给我 你给我放手 我可能要加一米 可是我已经在烟仙蛊蛊可 那是好 你不是说害怕逆线 便不来了吗 有一个逆线一直缠着郡主 就藏在那个铜镜里 什么逆线 一派胡言 大人 你跟我过来 我和你说过 有些流露的逆线 我也未曾见过 法力之强 甚至可出现在我身边 更难辨弃善恶 赶紧回去吧 大人 我母亲说过 做人要心存善念 这世上因果轮回 你付出的善念 总会回到你身边的 更何况郡主是我朋友 我不能放弃她 多谢大人的提醒 我会自己想办法 你 别吓我了 我是来帮你的 大人 大人 你来救我了 这个 就是被那个 逆线附身的同镜 嗯 有点意思 以镜映照出人心欲望 再用来蛊惑凡人 镜厅将自己的执念 凝聚在镜子里 不过郡主他们听到的 不是镜厅的蛊惑 而是他们自己被放大的欲望 执念不散 不如直接砸了 来得更快 大人 来 万万不可 我 想要消除执念 就要勇敢地面对执念 一味地否认 躲避 都是不可取的 谬论 大人 你就信我一次 这回 让我来 让我来 何事如此慌张啊 我听外面下人议论说 赵颜姑娘今早去了城珠府 听说 又是为了那面镜子去的 她疯了 她疯了 肖像馆今早派人来 说今日馆里进了不少西域的西齐饰品 不过郡主最近每日都去肖像馆 今日还要去吗 这城中的女子 都以我的穿衣梳妆为榜样 我自然是要去的了 走吧 哪里来的丫头 走路不长眼 葬了郡主的新衣 得罪了郡主 得罪了小茶姐姐 我今日脸上生疮 不敢抬头见人 只能低头走路 冲撞了郡主 我好像没见过你 我是新来的 可能是最近水土不服吧 长了很多又红又肿的大包 还会爆浆呢 如果小茶姐姐要看的话 你住手 去库房里一些补助 就说是本郡主给你的 多谢郡主 郡主真是人们心善 算你会说话 小茶 我们走 怎么这么眼熟呢 对不住了 郡主 我也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是织布瑶啊 看起来很名贵的样子 我 我 我 大人 空辗转 你终于来了 不管风云乱 不顾鸣千般 只恋你轻易问完 好了 默默挂欢 别怕 泪眼闪然 万般愁绪怎人看 对人心茫然 对情不堪叹 想听你心疏了 对不起大人 刚刚我又放肆了 云昭妍和谢归尘同行 和我有什么关系 明明在意的连茶都不想喝了 大人 是 你头上带的是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 赞花啊 大人 你不是看不到吗 这世间万物我敢知便可 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当职的呀 昨晚大人交代过我 我可是大人的贴身随从 理应随时出现在大人身边 亏你还记得御师傅的正事 大人交代的事 自然是头等的大事 那大人说说 我这个贴身随从 现在能干什么呢 我现在觉得贴身随从这个职位 不太适合你 我给你找了个更好的位置 更好的位置 是什么 清兵库 清兵库 听上去 是个干净凉爽的地方 小贵贵 带她过去吧 是 是 站住 站住 别过来 你这青墙根的臭丫头 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吗 来人 别让她活着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原来是御史大人 下人们有眼不识泰山 差点误伤了你 他是我御史府的人 今日奉命前来办案 你该赔罪的人是他 书七某造词 把姑娘当成了盗贼 可是这位姑娘不请自来 还擅闯我的府邸 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吧 这下我肯定是破了像 好 给你 你现在是御史府的人 以后不要再让自己受伤了 多谢大人 他一点 他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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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嗯 好了 谢谢大人 事情就是这样 我还问了许贤和北武 他们说谢大哥去了城坊后 终于回来了 他现在可能已经身陷贾府 被蛊惑配婚了 大人 这不能碰 你自己多管闲事也就罢了 还搭上我御师府一个副室 我也不像这样 谁知道谢大哥就正好路过 还捡了御配 天自良远 这不是一桩美式吗 大人 现在可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 你很关心他呀 此事和弯弯有关 我总觉得 是我害了谢大哥 昭妍姑娘别急 大人也正为此事心烦呢 贾府这事本就是骗人的把戏 故弄玄虚罢了 大人 大人 我们现在是要去贾府吗 此事无凭无据的 只能先探查一番了 大人 不过大人 你站在那树顶上 不累吗 这本就是我与你该有的位置和距离 好吧 我知道大人身份尊贵 可是 那你蚊虫很多耶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灯会到底怎么样 其实 我们没有看成灯会 你们没有看成 继续说 我们没去场灯会 就去静乎散步了 还散了步 但是有个逆仙 一直跟着我 我还得假装没事 苦辛苦了 都没来得及跟仙大哥 好好聊聊 这么说来 这个逆仙真的很过分 特别过分 我只好借故先离开了 本来还想去御师傅找大人的 后来一想 这么晚了 不应该讨扰大人就回来了 就算你来 我也不一定会帮你的 可是现在大人来了呀 太谢谢大人了 现在周围应该没有那些 我可以睡个好觉 我可以睡个好觉 大人 我们接下来 要做什么 是直接拆穿兰姑的谎言 还是 等待兰姑行动即可 凡是谎言 皆有暴露之事 装神弄鬼之事 非一人所为 所以兰姑 肯定还有其他帮手 要一网打尽 还是大人私利周全 你刚才说 不希望我 与其他人成婚 是为什么 我 我 我不希望大人与他人成婚 自然是因为 就 因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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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是月神 你这样做的话 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会触犯天规的 啊 这还用你说吗 我 我就是想想提醒你一下 大人 大人 房梁上 有东西 这些都是婉婉与景瑶 互通的书信和字画 他们二人 早已私定了终身 如果不是景府被抄家 如今 他们应该也是 幸福和美的夫妻了 可惜他们 有缘无分啊 你是西域灵婆的同党吧 你 你不是婉婉 老夫人 老夫人 姑娘 你是怎么知道 婉婉她 总是这么缠着我的手呢 老夫人 婉婉是不是说过 想要做您的拐杖 她是不是也说过 今后携手共度余生的人 一定是她和您都喜欢的人 祖母 文文文未来的夫君 一定要自己喜欢才行 你这小丫头 说话一点都不害臊 规格女子 哪有自寻夫婿的道理啊 祖母 您懒糊涂了 夫君是要与自己过一辈子的人 才有其他人安排的道理啊 若是遇到婉婉不喜欢的 貌合神离 岂不与一个人孤独中老 没什么区别吗 不过 婉婉喜欢的 祖母也一定会喜欢 我的婉婉喜欢的 必定是个了不得的才子 主母一定也喜欢 是婉婉 是我的孙女 云姑娘 你能看见她吗 她在哪里 她好不好 我想跟她说说话 你能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才能碎了婉婉的心愿啊 她 大人 我知道大人这些年来 心中充满了困惑和委屈 却无法向任何人提起 之前大人说 我不能理解你心中的痛 但我想告诉大人 我能与大人感同身受 因为 我与大人度过了同样的十年 大人 大人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一次呢 就像相信我一样 之前的日子 是大人在保护我 今后 换我来保护大人吧 毕竟 毕竟 我可是有大人绝世双眼的人 你愿我的这双眼 可以看到那么多恐怖的事情 还能笑得出来 你 要换作是我 你愿什么都看不见 也听不见 好 大人 这一次 你可以不听 不看 换我来守护你 乖 尚 手 以后你走路 能不能更小心点啊 别总是垂头丧气的 在关心我吗 对了 大人 您平时很少出那套 今日怎么在门口 我那是因为 听见门口太过嘈杂了 所以出来看看 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我还有事要吩咐你呢 来 来看看 谢谢呢 他们是在忙寻街之事 今日我找你来也是为了此事 青州城每年都会由城主牵头 寻街访民安抚民心 听懂这些无聊的把戏 原来如此 可是寻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那贵大人前几日生病了 现在赖在床上不肯起来 所以只能由你来顶替他 陪在我身边了 陪在大人身边 你可不要胡思乱想啊 我留你在身边 就是为了让你帮我找奎姬 大人 不如 我再生一场病 喝碗汤 然后就跟着大人身边 等魁姬负我的身 那样 就能在大人身边安睡了 大可不必 以后 自有时机问清楚的 我 走吧 先去准备一下 是那个小逆仙 拜 来 跟我走 妹妹 下次不准在水边玩 很危险的 这样 你去御师府 找御史大人 是叶差大人 让他收留你一会儿 嗯 过一会儿哥哥去找你 好吗 去吧 你叫阿诺 你叫阿诺 Healthy 你在找你妹妹呀 可是那个小妹妹 她不是你妹妹 以后 不要再跟着她了 好吗 他叫她 好 是那个住在义庄的姐姐 让你来找我的 这个云昭也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当我这里是慈安堂吗 谁都收留 我又没 不让你在这儿等他 你走什么 你 现在青州城的女子都这般放肆了吗 允昭妍 上神 这解破灯中的月像已搜集过半 上神是否有回宫之意啊 我对那月宫 早已了无牵挂 回去 也是自寻烦恼 这葵姬的心结也已解开 上神何必耕耕于怀 还是上神心中挂念赵妍姑娘 不肯离她远去 上神 如果你真的是为此的话 也请尽快了却情愿 你今日是怎么了 一反常态 平天如此多的感慨 之前 你不都是一直在撮合我跟袁兆岩的吗 上神 你们人先殊途 这样下去 只会重蹈当年帝君和葵姬的覆辙 更何况当年基于上神双眼之人 仍可能潜伏着 若那人发现了赵妍姑娘的异样 上神 或许你离赵妍姑娘远一些 反而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难道是我奢望过多了吗 真好玩 而且她像一个小球 真好玩 妹妹 你再跟谁说话 妹妹 真好玩 真好玩 怎么这么烫 妹妹 你瓜哥在家待着 哥哥出去给你找大人来 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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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摇摇吗 婆婆 你等着哥哥 回来见你了 阿诺 婆婆一直在等你 等她头发都白了 自双眼 plaisir 你去看它 背着屁股 也不可以 看你 行 别恋我 你开心 你是去看我 你开心 青州白月 童儿闹 哥哥摇鼓 妹妹笑 这些都是哥哥教我的 我的家人终于来找我了 阿诺 和妹妹 好好道个别吧 溫尔 阿诺 阿诺 哥哥摇骨 妹妹笑 妹妹乖 快睡觉 云儿飘 月儿桥 波拉谷 摇呀摇 青桌白月 铜儿闹 哥哥摇骨 妹妹笑 阿诺 妹妹找到了 现在 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两个月 这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你在南郊遇见了刘斐 还好大人几时赶到 救下了我 你手怎么了 这两小伤我都习惯了 今后还是要小心 这个给你 以后 若是遇见了什么危险 就把这个砸碎 到时候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赶过去救你 不用这样的 我自己应付得来 不用误会 我这样 也是因为心里有亏欠 亏欠 是 南郊 本就是我的管辖区域 是因为我的防范不周 才让你遇到了危险 谢大哥不用介怀 也是我执意要去的 有大人在 我这不是无事吗 你与大人 相处得还好吧 我们和之前一样 那就好 既然你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记得 一旦遇见什么危险 一定要用这个赵我过去 一定会的 好 云昭妍 你走 你以后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听我说 郡主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救命了 你别跟着我 我救命了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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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我只是不想承认吧 承认 什么 承认 我啊 堂堂一个青州郡主 居然连冲出火海的勇气都没有 除了你这个每天神经兮兮 只会包头鼠窜的家伙 居然真的敢冲进火海 在你面前 我才是真正的大小鼠辈 我也不愿意接近你 是因为我太美了吗 嗯 在我复明之前 我娘都跟我说 我才是青州城最漂亮的女孩子 我 只是我看见了你 你娘怎么都骗你了 你还骗我 我 别追我了 我 还要骗你 让我抬起了 我抬起了 你不能让我抬起了 李鸽 对我的庇佑 已经够多了 我只是想 能待在御师府 我已经很开心了 以后 我会变回之前的样子的 既然你这么放肆 那我就再容认你一次 大人 他的夫君呢名为柳宗 长的是星木柳梅 大人 你这下笔也太重了 应该这样 你看 你这下笔也太重了 你这下笔也太厉害了 你这下笔也太重了 就来與她来 咱嚨 不谢 enen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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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不在一起 天使 天使 平时 天使 平时 天使 天使 你这是在藐视神明吗 那你自己来 带来 大人 你在休息吗 大人 你在休息吗 进来 大人 打扰了 哦 我有一件小事 想请大人帮忙 大人 打扰了 大人 打扰了 哦 我有一件小事 大人 你别和贵贵说 他说你在休息 不让我来打扰你 小贵贵 告诉他了 我 我可不是因为担心你啊 而且 我还没打算送你呢 送我 送我什么 就是护身符之类的东西 护身符 大人说话 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 看来贵贵 没跟他说 你找我何事啊 谁又被逆线缠上了 哇 大人果然厉害 一猜就猜中了 不过这回这个逆线 长得那叫一个美丽动人 不像之前那般 凶神恶煞的 这世间万物 若都是以容貌 来判别善恶的话 那我从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便不会让你留在身边 大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 再怎么说 我也是有大人自我的眼睛 再怎么瞅 也瞅不到哪去 嗯 嗯 嗯 刚才 你给我喝了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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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云昭炎要带你去圣经 找你的复心人 嗯 我怎么会阻止你呢 老夫只是觉得 传达心意 还需要借他人之口 可悲啊 碧洛 若是你自己拥有实体 亲自去解了这份仇怨 岂不快在 云昭炎 我必须亲自去完成 对不住了 有些事儿 我必须亲自去完成 云昭炎 对 每次太阳升起 我就期待可以看到 朝阳下的那张脸 道皇 你借住在御石府也很久了吧 如果云昭炎现在平安的话 你就飘起花瓣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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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我从未在青州城见过如此美景 他云昭妍没有留在我的身边应该会一起安好吧 大人 今日之事再次谢过 你对我真的就只有感谢 我听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我的心意早在柴府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是我带进来的 不日我定会恭请她回府 云昭妍 我对你动了烦心 大人的意思是 是真的喜欢我 这句话在凡间还有别的意思吗 我虽然早已心属大人 但是我害怕 我害怕 我会成为大人的羁绊 让大人再一次陷入深渊 这些都是谁跟你说的 大人 月相将满 你早晚是会回到月宫的 我不想成为你的牵管 以前 我总想留在大人身边 可现在 我只想像小时候一样 凝望天上的月亮 只愿大人平安就好 大人 你怎么在这儿 刚才不是还在外庭 你忘了 你的御史大人 可是堂堂的太阴上神 这种一不千里的灵力 根本不值一提 难怪大人总在我需要保护的时候出现 这下你就不用担心 我们任何一方会遇到危险了吧 嗯 我也会认真观察四周 不会让危险靠近大人的 现在有一件事情 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委屈 而且越想越气 什么事啊 你总是说要和我分开 但其实 我们都根本没有好好在一起过 没有好好牵过一次手 甚至 连花灯都没有放过 我来人间十载 像这种人之常情 都没有体会过 好 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拉手 我现在就要放花灯 好好好 我们这就去放花灯 小心 小心 姑娘买花吧 哦 你也算人间一种小型 是吗 哎公子你看她 大人 其实 你不必这样吧 我答应过你的 只要你待在我身边 我就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嗯 可是 人人瞬目的感觉 好像回到了从前 嗯 那 那我们找一处人少的地方吧 嗯 走吧 大人 大人 我们这样 会不会怪怪的呀 你自己就是月神 还要拿着花灯 对着自己许愿呢 月宫当中有一片静池 从中可以看到人世间的事 在人间 每天都有许多人向我祈愿 可他们的愿望 都是贪欲 直到 我遇见了一个小女孩 她向我祈愿的 是可以看见自己的母亲 也只有她的愿望 是想看见别人 那个小女孩 说的是我吗 嗯 原来大人早就见过我 小时候的你实在是啰嗦 让人不注意也难 不过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你和我迟早会相遇 嗯 可是 大人承天在天上 听凡间的愿望 应该从来没有为自己许过愿吧 我也从没有什么袭击之事 这次 大人拉住了我的手 让我有了一次许愿的机会 不过 这个愿望大人一定要替我实现 那 你可不能动什么歪心思 哦 姑娘可否能看见 别人所不见之物 刚才我可看见姑娘和人在聊天呢 公子你肯定是看错了 也听错了 先不打扰了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姑娘能够帮忙 我只是这青州城的无名小族 应该帮不了公子什么的 姑娘绝非凡间女子 让我猜猜 姑娘身上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身上的确有诸多特别之处 但都是些不好的事 会给公子惹来麻烦的 我看未必 我真的帮不了公子什么的 大人 我认为她的 你这是善理职守啊 你身后那个人 乖乖的 你是何人 在下寒卢 方才见这位姑娘独自在此 无意见冲撞的这位姑娘 饶了两人的良辰美景 实在是抱歉 大人 我们走吧 赵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走吧 这么快就坐不住了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 关心则乱 以后 越来越有趣了 怎么上市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Zither Harp 山鹅南辫 爱恨两难 远距远散 空辗转 不管风云乱 不顾鸣牵绊 只恋你轻易吻弯 落寞挂欢 泪眼闪燃 万般愁绪 怎人看 对月星茫然 对情不堪叹 想听你轻易吻浪漫 云昭妍 现在应该不会有你现在敢靠近了吧 红尘 我可以好好的 和云昭妍说句话吗 你静静勇敢 离忠忠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 都要一起承担吗 你甘心 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刚才 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 走了 嗯 你没事就好 感念大人 这要太收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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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允昭妍 郡主找你去最隐楼商议要事 最隐楼 请 谢了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这些 你也太把我在御师府的差事当儿戏了 我们 可是要维护青州城一方太平的 可你今日若是不来陪我 这青州城 怕是真的要不得安宁了 你真的不陪我喝一杯啊 我真的不能喝 我一虚弱 会很危险的 你也少喝点 我现在更危险 谢归尘 他们跟我走 我被拒绝了 你别着急 我觉得 还有转机 你说我还有心吗 对啊 我还是非常相信你那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性格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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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上这月桂簪子真好看啊 在哪儿买的 这个 大人送我的 嗯 我还是喝酒吧 哦 文卡 好帅啊 圣主帅 哎 外面什么这么热闹 这不是圣经名流行游吗 这不是圣经名流行游吗 哈哈 哈姆子 大家往连去 他最近倒是经常出入我们城主府 也不知道再打什么回来出来 哎 这长戏真是无访天啊 不仅为暗七归宫 居然还带回了一个凡人的日子 帝君真是太太大了 依我看完 就应不试练出她的太阴上身之指 一并将来 这下安静了 你小的时候 眼睛看不见之事 应该也觉得周围很吵闹吧 我现在就去找帝君 你在这里 乖乖等我回来 胡姬花 莫非是母亲 她就在这里守了你五百年 故去后又回到这里 我还以为你宁愿死 也不愿意回来了 她就是你从凡间带回来的云昭炎 是 她被青东楚所伤 不愿意为你生死了 不愿意回来的 我 她是不愿意的 她是不愿意 她的 家里是不愿意 家里是不愿意 这麻烦 她是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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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是不愿意 郡主归为青州最为尊贵的女子 怎可三番五次如此 如何啊 你又要远离我吗 你刚刚在路上说的话 我可是都听见了 是我不该靠郡主抬近 谢归宸 你不许走 你是我认定的人 我是不会放手的 无论你以前经历过什么 未来要经历怎样的动荡 我都想一生陪着你 谢归宸 你自己明明也很舍不得我 为什么总要轻易放弃 我告诉你 错过本郡主 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怎么又是这副表情啊 又要拒绝我了吗 好啊 那你便拒绝吧 反正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 我是不会放弃的 大人 我想 现在的一切或许都跟我师父有关 此话怎讲 小时候 我差点死在了边疆 是他救下了我 教会了我武功 才让我回到今天 来到青州后 他先是让我盯着大人 而后发现赵妍的异常之处之后 边疆目标转向了赵妍 还屡次加害于他 我想 他的目标就是这个 你师父可有什么特异之处 他总是黑袍加深 来去不可捉摸 我虽是被他所救 但 也从未看见他真正的面貌 韩颖半本尊而生 只因无形无体 他只能靠依附于别人的尸体 你师父 名唤韩颖 并非常人 自然 是不可能让你见到他的真容的 毕竟 他只是一个影子 影子 我从来不被允许做他命令之外的事情 我不愿加害大人与昭妍 他便想除去我 像我 我也不过就是他能办事的影子罢了 你知道 静池的中心是什么吗 我 走 我 你 你 静池的中心是月的心脏 在那里 储存着 所有向月祈愿之人的心愿 现在我就给你看看 在我心里 最美好的那个愿望 嗯 原来我对大人而言 是这么特别的存在呀 很早便是了 原来就是这个味道 嗯 你知道我能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后 最最最难过的是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 生活中不管遇到再多的烦心事 我都不能借酒消愁 也不能放声大哭 更不能颓废生病 你不是说刚到青州的时候 就已经找到护身符了吗 那你现在就可以尽情地喝酒 想哭就哭 怎么放肆怎么来 反正有他在 这么妖魔鬼怪来了 你都不用怕 如果真是这样 就好了 大人为何 今日看见又群重重的 你看看 之前就是这样 一直因为害怕 躲在暗处小心翼 嗯 怎么你俩都在一起了 你还是之前那样 因为 嗯 我看到了更怕的东西 不过别担心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胆小鬼了 现在 我已经将所有的美好 都封印在了心里 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心无一物的可怜中 你说什么呢 奇奇怪怪的 哎呀 难得喝一回酒 干一杯 干 干 咱俩 林昭炎 你昨晚是又被逆仙附身了吗 怎么又私闯进我的那趟 我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变了 之前你留宿在我这儿时 你都是满脸幸福 可现在 你只有惊慌失措 难道 在街上遇到一个俊朗的逆先 变心了 我 我 我真的不记得了 昨晚 我明明在义庄来着 好了 你昨晚上喝醉了 一直叫嚣着 让逆先别跟着你 喝醉了 昨晚 我是不是又吓坏别人了 多亏有我跟着你 才把你捡回来的 还好有大人在 还好有大人在 对了 夫君 你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 今天 是十五 季月代会也要到了 是啊 人事却走了一年了 赵炎也等了他一年了 赵炎也等了他一年了 你别再跟着我了 夜都没喝盐 让我好好睡着 有点 如果 天哪 我 早就不得了 你 我 呢 大人 云昭爷 现在你不仅眼睛特别 连耳朵都能听到奇怪的声音了 距离上次见到大人 已经过了三百余日 不知大人在那月上 过得还好吗 好想见他一面 我跌落到你的船上 你怎么都不扶我一把呀 你一个大男子 怎能如此娇弱 反倒是你 这么晚了 还来这里干什么 看月亮 好 是又向月神娘娘许愿了 大人 大人 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我在人间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还需要你帮助 大人的意思是 你成了逆仙 是 不要告诉别人 只有你能看得见 我可是偷跑下来的 怎么 你现在还怕那些 当然不怕 我愿化作 瞬间的一缕清风 与你相拥共赴一场梦 也许此生是因为和你相逢 所以人间才值得歌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